有我的岳父施瓦辛格主演的动作美剧面目全非 重于震撼来袭 都说施瓦辛格老爷子年仅八旬不能打了 但看完这部剧 你的眼睛绝对会被惊掉 男人无意间往钻石上撒了点酒 没想到却猛然发现钻石竟然是假的 原来不久前 中情局的顶级特工芬恩接到任务 用钻石引出国际非法贩卖人口组织的位置 不料交易过程中因为一个小意外 导致芬恩的身份当场暴露 意识到被骗的男人 立刻让手下对芬恩进行搜查 实至只搜出了一粒小药丸 见此芬恩不但没辩解 反而直接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以及药丸的作用 药丸正是他任务失败时自杀用的 男人逼芬恩吃下药丸 结果等了半天都没有任何反应 男人还以为是自己被耍了 这次的任务圆满完成 意味着芬恩终于可以安心退休了 他已经开始计划如何挽回前妻的心 然而就在公司为他举办的送别派对上 同事突然一脸严肃的将他叫到了办公室 原来刚才白宫发来紧急任务 一名卧底在军火集团的特工 正面临身份暴露的危险 他们特别指派芬恩前往营救 说起来芬恩还和这个军火集团有些渊远 当年这个集团的老大就是被芬恩杀死的 出于人道主义 芬恩好心地将他唯一的儿子波罗 送去了寄宿学校 希望其能通过读书 避免走上歧途 只他万万没想到 波罗表面上在认真读书 实则一直在暗地里抽集资金 只为有朝一日继承父亲的军火集团 波罗比他的父亲更有头脑 没多久就收拢了父亲的救部 不仅领导他们将军火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甚至还研制出了杀伤性极强的手提箱炸弹 此次芬恩的任务除了救出那名特工 还要将手提箱炸弹一并带回 而芬恩跟波罗是救食这一层关系 就是对他身份最好的掩饰 果然看到芬恩的到来 波罗表现得十分激动 所以我还热情地带领芬恩参观他的军事基地 直到他们来到决斗场 芬恩这才发现 自己此次需要营救的特工 竟然就是自己的乖女儿安娜 安娜显然也很意外父亲的到来 因为芬恩一直骗家里人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 结果竟然是中情局的特工 不过现在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 他们必须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于是到了深夜 安娜偷偷藏进奶牛的肚子里 并埋伏在小喽罗的必经之路 等到小喽罗们上前查看时 安娜迅速出道干掉对方 同时芬恩也快速解决掉另一名小喽罗 等第二天小喽罗的尸体被人发现时 波罗第一时间怀疑到了芬恩的身上 毕竟基地一直以来都是好好的 偏偏芬恩刚来就出了这样的大事 可她还没来得及质问芬恩 芬恩就直接偷走手提枪炸弹跑路了 波罗好不容易追上几人 二话不说就挟持了安娜 此时救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芬恩只好想方设法拖延时间 为此她不惜说出波罗父亲死亡的真相 用来激怒对方 果然波罗被刺激地彻底失去了理智 正当她准备抠动手中的扳机时 却看到芬恩用手指了指 她的身后原来是救兵来了 面对居高临下的射击 几乎没有小喽啰能在这密集的子弹羽下存活 正所谓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波罗见状果断开车跑路 但中情局并不打算放过她 他们追查到波罗的最新动态 居然是乘坐飞机驶入了一片风暴区域 不出意外必定尸骨无存 但芬恩跟安娜同时看出 这是对方故意在误导大家 极有可能是她在进入风暴时就关掉了应答器 好营造出击毁人亡的假象 如果现在波罗还活着 即便他们从波罗那偷走了威力强大的手提象炸弹 但很快它还会造出第二个 由于各国核材料都受到了严格的把控 接下来波罗的目标只能是核废料 果然没过多久 局里就得到消息 波罗的一名手下已经抵达了哈萨克斯坦 明天该地区刚好有一堆核废料 将由磁悬浮列车运输至储存点 其装卸过程的安保十分严格 波罗想要偷走核废料 必然会在列车里安插内应 所以此次行动他们除了钉梢外 还要时刻注意车厢里的异样 如此豪横的恐怖分子你一定没有见过 居然开着一辆直升机 光明正大地来抽取列车里的核废料 不过中情局也不是吃素的 当即派出两位顶级特工前往组织 此时芬恩妇女俩伴坐普通乘客 正不动声色地搜寻着 车上恐怖分子安插的卧底 突然这是一辆直升机从窗外飞过 不出意外应该是波罗开始行动了 果然芬恩偷偷爬到车顶一看 装核废料的车厢已经被连接了一根导管 根据计算只需要12分钟 直升机就能将核废料抽完 听到父亲带回来的消息 安娜顿时就坐不住了 她竟然想直接冲出去 将对方的直升机击落 好在被芬恩及时制止 因为哈萨克斯坦属于农业大国 如果击落直升机导致核废料泄漏的话 那么周边几公里的土地将再也无法耕种 进而致使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但难道就任由他们抽取核废料跑路吗 这时芬恩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列车最快的行驶速度能达到430千米每小时 如果让列车的速度快于直升机的速度 那么对方就不得不分离管道 可当父女俩来到驾驶室后 才发现驾驶员竟然是恐怖分子头目 波罗安插的卧底 父女俩好不容易合力将驾驶员制服 加速按钮就遭到了严重破坏 他们不得已只好向总部发起求助 根据总部反馈来的信息 现在他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向磁铁轨道注入冷却剂 因为磁铁轨道的温度越低 行驶的速度就会越快 可总部没说要开几罐冷却剂 索性分一股脑子全开了 这下直升机倒是甩开了 但列车的速度再也下不来了 要知道列车上还有大量的核废料 如果到达站之前还没有停下 整个列车乃至大半个城市的人都要因此丧命 安娜认为既然冷却轨道能使列车加速 相反加热轨道就能使列车减速 现在列车上正好就有现成的核废料 将其驻入驾驶室 或许就能解决这场危机 那么首先就要拿到车顶上的导管 可以列车现在这个行驶速度 估计刚上车顶就会被风吹跑 好在芬恩带来了慈禧背心 所有妇女俩隔着车顶简单爬行 眼看安娜距离管道越来越近 此时她必须站起身来才能抓住 于是她要求芬恩解除慈禧 但芬恩哪里肯答应 女儿这分明就是在送死 安娜抓住导管的同时 差点就从车顶掉落 幸好父亲及时用磁吸背心稳住了她 虽然成功化解了一场危机 但波罗的下落依旧是中情局头疼的问题 只因波罗偷走了部分核废料后 又绑架了一位核武器专业的博士 现在他们想要找到波罗 就要事先拿到对方写的有关核武器的论文 因为波罗会根据论文里的东西去寻找材料 只是现在那篇论文不仅由专人看管 存放的地方更是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 好在他们打听到看管人是个女人 因此决定使用美男计 时之当他们到对方长区的酒吧等人时 却发现来的竟然是个男的 那没办法 这次只能让安娜上场 不出意外对方很快上钩 安娜跟着对方来到她的宿舍 趁着对方不注意 安娜赶紧打开中情局制作的 用来窃取手机信息的游戏软件 时之对方的手机里保存的竟然全是小电影 眼下安娜只能想办法进对方的卧室查看 为此她不得不再牺牲美色 然而她好不容易将看管人伺候睡着 起来寻找资料时 身后突然响起了子弹上膛的声音 好在安娜头脑反应迅速 立马跟对方分析起了论文被盗走的厉害 于是看管人不得不放安娜走 以此让她闭嘴 拿到论文后 中情局推算出了波罗的下一步行动 必定是小型核反应堆 不过各国对核反应堆都管控得十分严格 只有少数私营企业和研究机构才有 想要引出波罗 只能找人拿东西去跟波罗交易 而从事灰色地带产业的丹麦哥 正是不二选择 但他们首先要将人从土耳其监狱里营救出来 几人分头行动 小黑只用牙膏加硫酸 就打开了监狱的墙壁 顺利将丹麦哥解救了出来 上了飞机后 他们开始跟丹麦哥谈条件 只要丹麦哥肯答应 帮忙引出波罗 他们就归还对方最想要的自由 丹麦哥想到许久未见的儿子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恐怖分子为了确认麦家的身份 让其做出指定的动作 但这次来的麦家是中情局找人假扮的 因此差点就露馅 不料做完这些动作后 麦家的腹部突然渗出了鲜血 波罗顿时意识到中计了 可惜还是晚了 一根麻醉剂破空而来 瞬间滑布了波罗的脸颊 趁着枪战爆发 波罗赶紧开溜 但很快他体内的麻醉剂 开始发挥药效 他没跑出多远 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所有赶来的芬恩妇女 就这样毫不费力的将对方抓了回去 中情局想要从波罗口中 疑问出交易过的军国买家 但又不能实施酷刑 便让芬恩去打感情牌 没想到真的起了效果 据芬恩交代 他们的交易都是在暗网上进行的 想要的买家就会在留言区 留下冰冷符号 于是芬恩立马将波罗 带去录制证明身份的视频 然后发布在暗网上 通过搜索留言买家的IP 从而将他们一网打尽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波罗的计谋 留言区的所有IP 都是他提前让手下伪造的 为的就是让中情局的人放松警惕 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直到波罗的手下持枪冲进来的这一刻 中情局的人才反应过来他们中计了 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波罗被救走 而核反应堆箱也重新落到了他的手里 现在有了这些核反应堆以及核废料 波罗完全可以制造出一打手提箱炸弹 要是交易到世界各地 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上面即刻下达了对波罗的格杀令 很快他们打听到 波罗将于10天后进行手提箱炸弹的交易售卖 此间他的助手会去莫斯科参加一场豪华赌局 到了地方后 所有人手机都会被集体收缴 如果特工们能将数据窃取器 跟对方的手机放在一起 就能获得波罗交易的位置 以及买家的信息 这是他们唯一下手的机会 绝不容易私事物 为此中情局提前给他们准备了500万美金的筹码 只希望他们能够多拖延一下时间 行动一开始 他们首先控制住了一对前去参加赌局的夫妻 然后由中情局的特工替代他们的身份进入赌场 甚至赌局进行到一半时 波罗突然出现 再次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但波罗并没有上桌赌牌 而是跟老板谈事去了 所以他们一时半会儿 根本找不到机会下手 直到波罗的助手跟另一位牌友发生了争吵 眼睛妹则趁机提出 给大家调北酒缓解一下气氛 接着他便来到吧台 偷偷调了一杯毒酒 毒酒自然是为波罗准备的 不料波罗没有喝 反而被另一位牌友给误合了 如果此时对方毒发身亡 他们的身份一定会暴露 无奈他们只好诬陷对方偷牌作弊 这让排场的人就会将人带下去进行处决 而他们也能顺利带着窃取器离开 通过窃取道的信息 他们得到了波罗的第一个交易地点 芬立刻带领特工们出发 然而刚到波罗的地盘 他们就遭到了伏击 好在他们车上放了威力强大的火箭筒 一炮就将小罗罗们轰得连渣都不剩 但期间一名特工还是不幸中弹 芬立刻好让一个人留下照看他 自己则带着女儿前去追击波罗 此时波罗正毫无察觉地打着电话 殊不知芬立刻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被芬立刻用枪指针 波罗只好举起双手 并对芬立刻打起了感情牌 这让芬立刻迟不忍下手 不料下一秒 波罗的手下一把扑倒了芬立刻 芬立刻赶紧趁机开溜 手下不是芬立刻的对手 便掏出手雷想要炸死他 结果反被芬立刻握住又丢了回去 随着手雷的爆炸 地道里的温度不断攀升 放在附近的核反应堆 也接二连三地被引爆 接二下去可不妙 因为波罗制造的手提箱炸弹 就放在中间位置 如果火势蔓延过去 手提箱炸弹爆炸的威力 就会让他们全军覆没 总不让芬立刻撤退 但芬立刻意去找自己的女儿 另一边安娜也得知了 事情的严重性 不得不跟波罗暂时握手言和 并出去就会放过他们作为条件 才终于说服对方 跟他合作寻找出路 很快芬立刻通过摩斯密码 找到了女儿的位置 结果安娜刚一被芬立刻拉上去 就立马表演了一个变脸 接着跟着父亲头也不回地抛走了 留在下面的波罗只能绝望地等死 本因为任务就死结束 芬立刻终于可以安心退休了 哪知就在前期的婚礼上 波罗竟然在此出现 原来手提箱爆炸后 他并没有被炸死 而是靠着仇恨 一直支撑到手下将他挖出来 现在他来找芬妇女复仇了 他用芬妇前妻的性命 威胁妇女俩互相厮杀 妇女俩也只能乖乖照做 见此行刑 前妻突然爆起 掏出一枚徽章 用力刺进了波罗的大腿 妇女俩趁势抠动扳低 直至波罗被打成了一个血人 此时谁也没有想到 波罗在临死前还留了一手 他竟然将查到的芬妇的信息 卖给了自己昔日的仇人 其中不乏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以及毒贩 这意味着接下来芬妇他们一家 将会面临无休止的追杀